所以以说利益分 次说解释分 把这个摩赫眼大圣佛法 已经讲过了 什么叫真如门 什么叫生面门 但是总是我们的根气不够立 还需要进一步的解说 才能够让我们深入的明了 所以次说解释分 这个解释解释什么 就解释前面的真如门跟生面门 它的意义为什么 它说解释分有三种 它第一个 云合为三 一者显示正义 二者对质邪指 三者分别发去道向 分别发去道向 就以我们对于意理体悟的多深 我们的执信力有多强 而决定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境界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做显示正义 显示正义就是明显正确的 把一心有二门 有真如门 有生面门的差异性 来跟各位前贤做一个解释 他说显示正义者 一意心法有二者门 云合为二 一者新真如门 新真如门 谈的就是磨合言体 只有谈体 然后二者新生面门 谈新生面门 谈的是新的一个用 谈用就不离体 谈用就有效 所以谈生面门就具足体 如果一者无名呢 一者染心 他起的就是三系六出的无名染法 三系六出就是人世间 所有一切染法 统称为三系六出 所以一个根本无名就演发后续 一大螺框的枝末无名 一个念头的不对 随着念头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言语 就有错误的行为的展示 而如果依着真如门呢 依着真如门 依着我们真心 始觉造本觉 我们也可以从四圣的 所谓的阿罗汉的境界 步步往上提升 达到始法界的最高点 所以禁法燃法 统刮在 这个真如门跟生面门里面 这叫做始恶总法 各种设一切法 依着真如门而讲 他只有禁法 因为真如离体 具足了一切功德相 功德相就是美好的德相 但是依着生面门 他就有善法跟恶法 随善缘起善用 随恶缘起恶用 而我们现在就比较容易 依着人心在起作用 人心就属于生面门 它是属于染污的一种 但是不论真如 不论生面 用有不同 体只有一个 一开始说嘛 成佛作主 由这一颗心 那六凡法界 乃至于三二道的沉沦 也是这一颗心 所以上身是真如 下沉也是真如 只是真如如果受无名的覆盖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往下去堕落 所以真如门总设一切法 生面门也是总设一切法 体虽不变而用能随缘 随染缘有染用 染用也是没有离开真如 所以禁缘有禁用 它更是真如的一个作用 看似真如生面 有一点差异 实者 体用是互不相离的 讲是有二 总挂而起 还是回归到一心 所以谈二门 是谈一个真如离体 另外一个是谈什么 谈那个相用 体相用的一个问题 怎样